哈喽 大家好 我是PopuLady的永珊 那我在这些年那些事里面 饰演的是女主角方晨熙这个角色 这个故事呢 其实是在叙述 眷村六零年代的文化 六零年代眷村的文化 对 因为其实年轻的小朋友 其实对这个文化应该不是这么的熟悉 所以呢 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故事 这部剧 让年轻的一辈 知道眷村是多么的温暖 大家的凝聚力是多么的强 因为现在的人呢 可能因为科技的关系 人跟人之间比较疏远 但在那个年代什么东西都没有 家家户户都是 就是 都是好邻居 然后呢 每一个人的孩子 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希望大家看到这部剧之后呢 可以让你们重新找回 人跟人之间的温暖 那 我这次 我们有到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 当取景拍摄 就是马祖的北干 然后 这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到这里 之前 我在那个 你知道一下飞机的时候 会看到这边很多那种漂亮的风景图 然后 第一个就是看到的是秦碧村 所以呢 因为常常你会觉得 哎哟 那种上面的照片啊 跟实景是不是有落差 然后他们旁边的工作人员就跟我们 挂保证说一定跟照片上面一样漂亮 然后呢 但是我们那天 我们到的时候呢 天后没有到很好 因为这几天其实每一天都是下雨的 但是 没想到下 连下雨的秦碧村都会有一种 好像看到韩剧里面忧郁的感觉 因为全部都是石头做的房子 石头做的道路 都非常特别 然后 我很喜欢很喜欢这个地方 然后听说这边有民宿 但没有机会来住到 我觉得是有点可惜的 然后 刚刚好我来秦碧 来到北干 北干 因为一般 可能没有这么特别的事情的话 可能不会特别来这边 然后 但我没想到 我在我的脸书上面一po 我居然一堆朋友都来过北干 然后还告诉我 这边的大街小巷好吃的东西 所以呢 这几天 我收工或是没有拍的时候 我都是拉着我的 就是 主员们 就是演员们 然后一起去吃了 好吃的美食 然后没想到这个 就是北干 就是北干这个 可能开车十几分钟 可以环绕完的岛 居然有这么多漂亮的风景 海边也很漂亮 然后 东西也都这么好吃 重点是这边的人情味非常的浓厚 所以希望之后 等到好天气或者是夏天 有机会的时候 我还要再来这边玩一次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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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